這是期間城的第一次工程,這是攬盤的 那我目前的血魔是無法宣戰的 因為是掛機門,所以他沒有宣戰 所以我目前進不去 那如果你進不去的玩家,你可以用觀看模式 點這個小地圖 然後在工程期間,大概有一個工程可以觀看了 那這邊附一天 淋浴金幣就可以進去看了 那他會採用這個 透明的模式 就看 角色在那邊跑來跑去 然後他這邊有 一個地點可以讓你切換 這應該是外門 最難的 放起來了 左外門右外門 然後這個是內門的部分 左內門 右內門 然後最後一個是守護塔 這是守護塔 那 左上角這邊也有三個 功能可以全 有四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 弓箭子之類的 可以 關 過去嗎 也可以 關過他們 好啦 我幫他掉下來了 有個打架 我來看一下他們守門是什麼守 內門就是很快的可以看到 內門跟外門 這是內門 鎖內門 所以他們鎖內門是放掉的 那左外門 在左外門這邊擋 鎖內門 鎖內門就比較大 所以基本上 應該也是守在右外門 所以他們是守第二層的部分 鎖內門 鎖內門比較大 所以 慢慢的有人進來 那你現在要把守護塔 守護塔都進來的人在打 來翻譯一下 右上角是什麼東西好了 用我的翻譯容體 左邊這個是個人的排名 右邊這個是血蒙的排名 那下面三個是什麼 看一下喔 下面這三個左邊這個是獲得的積分 喔喔中間這個是沙底的數量 喔喔喔 右邊這個是累積的積分 是個人的 啊這 右邊這個就是血蒙的 目前這個第一名的血蒙 避石伺服器 不能點他們的ID 不能點他們的角色 不能點他們的角色 用人在講話 看一下 下 右內門 內門啊 在這邊是守護塔 走外門 比較有箭頭 藍色的箭頭 這兩個NPC在雙毛 是否能關那一滴 它腳好像不能關 因為全部都被ID擋到了 沒什麼有 左邊有小門喔 來看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左邊有小門 這邊一個一個一個 應該有人摸下來 結束了喔 結束了 看一下哪一個拿到的 這邊 鎖起來了 打完就是會鎖起來 這個訊息不知道寫什麼 好沒關系 那這一次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已經打完了 大概打了30分鐘 因為好像到27分鐘的時候結束的 這是這一次的第一次的紀念封城 誒跑出來啊 這是 這一區的第10伺服器 這個小門拿到了 拿了11萬賺 5億多的金幣 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大概只能看這些而已 用觀察者模式進去看 好像還比我本人進去看 還有用 因為不會被打 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請給我們 再見 我們知道 今天已經來看了 我們知道 有機器 可以有機器 我們知道